台北股市今天持續創架新高點 眼前的行情很多人討論會不會一次到16000 我說我眼前這一邊的行情重點是在個股 如果你這一邊選到對的股票 真的不管大盤要不要過16000 你會漲就是會漲 能賺錢就是會賺錢 台辦今天插五角攻漲平板 我相信這已經是我們 獲利的持股了 眼前這一邊的行情一檔接一檔 風店族群熔鋼 我們已經獲利超過六成了 我相信這一邊有掌握到就好是Lite 所釋放出來的黑馬股 今天也是連續上漲第二天了 這一邊的行情就好是要讓大家 這一邊的行情就好是要讓大家記起來 不管大盤要不要過16000 黑馬變標股 他們的模式都相同 掌握住方法 自然而然財富就在你面前 歡迎收看標股控盤數 我是陳俊仁Jerry 讓我帶你掌握標股節奏 與法人大戶同步布局 好的 台北股市連續的第二天 創下一個底部翻漲起來的新高點 這一邊來講的話 非常有趣喔 因為大家可以發現 昨天的盤後 市場在討論 國安基金要 退場了 4月份 才要開始 來做一個 討論 決定 我說眼前這一邊節目一開場 就要之前提醒大家 你不要真的 那個國安基金 4月開完會了 你再做動作 眼前這一邊 在國安基金開會之前 你就要好好的 選到一些的股票 包含了 各個族群裡面 落後補漲的股票 你現在務必要 先做好卡位 真的不要等到 國安基金 討論一個結果出來 你才做動作喔 特別留意喔 今天 節目一開場 就告訴大家這件事情喔 來 我相信 舊老師的YouTube頻道 我的節目 是可以幫助大家 公開驗證的 任何的人 都可以透過YouTube頻道 看舊老師在節目上 過往 講了什麼 跟大家來 討論什麼 我相信 標股 跡象 最近舊老師 這一個多月以來 不斷不斷在節目上 無私的公開分享 如果你眼前的 重點放對的話 你會知道 法人的資金 現在是怎麼玩 大盤股票的 所以你的重點是在於 那些標股跡象 在哪些的股票 複製了 在哪個族群複製了 所以現在已經有標股跡象的股票 他還在底部 機期相對叫低的 那絕對是你現在 要去關注的焦點 不管 大盤要不要供1萬6000 你掌握這些股票 你自然而然 就可以賺到錢 那絕好是YouTube頻道 我相信你只要按讚 訂閱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這一路以來 所去分享的 弱勢股翻身的 四大要領 包含了一路到最近這個 過完年之後開工到現在 標股的跡象 一一的實現 一一的來做驗證 今天大盤創下一個 破斷的新高 來我相信 OTC貴買指數 我在節目上講多久了 你在去年大盤表現 非常不好的狀態下 教老師就已經提醒大家 什麼 會走在大盤前面 中小型股的輪動 而代表中小型股的 OTC貴買指數 大家可以看 大盤 他從我們 過完年之後 開工之後 過完年限 他就是維持在年限橫盤 最近這兩天 才開始往上走 可是你看一下 一樣是年限扣底值 我的節目都沒有變 年限 年限就是這一條紫色的均線 因為我要讓大家知道 重點在什麼地方 你一眼瞄過去就可以看 OTC貴買指數 45度角往上噴 大盤創新高了 是這兩天的事情 可是你看OTC貴買指數 人家早就狂噴了 45度角了 來 我希望就是說 眼前這一邊的行情 大家你務必要懂得 很多時候 觀念如果突破了 觀念如果幫助你 能夠擺脫市場上這一些的雜訊 來 你會發現 剛剛你看到 OTC貴買指數 45度角往上噴 OTC貴買指數 是從這一邊 就45度角往上噴 大盤是橫盤了 超過一個月 最近這兩天才開始 往上去過 一萬五千八 你的資金放在什麼地方 會贏 你的資金放在什麼地方 可以快速的獲利 抓到標股的節奏 答案非常清楚 那我相信 這一邊就不用再去多談論 答案就在大家的面前 這一檔台積電 不是就好是看壞它 不是就好是要特別針對它 因為這邊眼前的行情 大家可以發現大盤創新高的台積電有沒有創新高 我們在上個禮拜就已經提醒大家了 台積電的走法早就已經比大盤弱了 台積電我們從過年之前就已經針對這一邊提醒大家了 你有錢你的資金部位 可以掌握一張50萬的股票你幹嘛放在台積電 我一直強調 你有更好的選擇 所以時間可以證明什麼 台積電 它不過是過完年之後 這個跳空的大漲 完之後就不動了 甚至時間跟大家來證明 走到現在它居然 比大盤弱了 你覺得你一張50萬的股票 一張超過50萬的股票 放在這邊給它洗 你覺得對你有利嗎 好來 我相信時間都可以驗證就好是在節目上跟大家聊的 這個重點 那我希望就是說這一句話也是一樣 現在 你要去思考的 因為畢竟今天來講的話 慢慢的市場會關注 大盤好像要挑戰16000了 可是 昨天的下午 昨天的盤後 市場丟出一個訊息 國安基金怎麼要退場了 現在來講的話 你的資金要放在什麼地方 才比較安全 國安基金如果退場 它會賣什麼股票 答案明顯 去年大家都知道 我們的戶盤資金 我們的八大行庫 我們的四大基金買誰 都買台積電 現在國安基金真的要退場的話 台積電怎麼辦 我們在一個月前已經告訴大家這件事情了 你的資金如果放在對的地方 做一個最有利的選擇 你現在這個時間點 根本不需要去煩惱這件事情 國安基金 它退場 對 你想一下 國安基金會買什麼股票 那我這一邊就直接在延續上個禮拜提醒大家的 因為大家可以發現嗎 聯電 2303的聯電 晶圓二哥 他從去年年底 就已經慢慢的領先台積電的走勢了 現在國安基金 退場的消息 已經出來了 昨天告訴大家 4月要開會 你手中有聯電的投資朋友 來 這邊來講我上個禮拜就開始呼籲了 不是等到這個禮拜看到那個 國安基金要退場的新聞 我才告訴大家的 你可以看得到 大家可以看得到 那個剛剛的台積電 他是走到後面比大盤弱 聯電這一檔股票 他是45度角往上噴對不對 你現在有聯電的人 我們在開工 那個禮拜 我的Lite 我的YouTube頻道 已經針對聯電這一檔股票深入解析影片了 你有看了投資朋友你都會知道 3月 第一季的季底 第一季的最後一個月 你要做好選擇 人家45度角噴起來 45度角走得那麼漂亮 很明顯的 聯電他走得比台積電還強 我上個禮拜已經提醒大家了 他給你機會 你現在手中有聯電 你在50塊以上的 你要知道怎麼賣 尤其是你手中有55塊以上的 聯電的投資朋友 我不是要唱衰你 而是說現在這個時間點 3月份的關鍵 你務必要懂得先收回一部分的資金 不要等到 國安基金真的退場了 他會賣什麼股票 金元雙雄 我相信從去年你可以網路上Google 金元雙雄 最多的資金 怎麼都買他們 我不跟大家來談產業 我不跟大家來談未來的財 財務預測 我不跟大家來談未來EPS怎麼樣 太遙遠 來 我在節目上都跟大家來談到 第一個 技術面標股跡象有沒有 第二個 法人這一邊的籌碼怎麼去追蹤 籌碼跟技術 你掌握住這兩個 你可以先行一步的 掌握到股票的週期 你不用等到基本面的訊息釋放出來 財報面的訊息釋放出來 你才要去買股票 我相信這一段時間以來 我已經跟大家聊到很多的股票了 字元 新唐 字元現在有沒有 200塊以上 沒有 新唐現在有沒有在150塊以上 好勉強 我說 金葉拉漲停板 我們怎麼樣 直接逢高漲停板 第二根獲利了結 我說技術面我掌握到時間了 我掌握到股票的週期了 你等到利多訊息釋放出來了 反而這些股票開始不動了 我也許沒有辦法賣在最高點 但是我有辦法 帶我的會員把一檔股票最精華的那一段 完完全全的掌握到 我希望眼前這一個時間點 當然你務必要知道 在國安基金準備退場的訊息釋放出來 來 你真的不要等到4月 我這個節目已經強調第三次了 好來 畫面上這個QR code直接掃描加入 我希望你手中的 台積電 聯電你要懂得怎麼去處理 因為光是半導體族群的輪動 現在光是半導體 就有數不完盤面上落後 後面會補漲的股票 那基期相對落後 你不要說老是台積電都沒去 台積電也是落後的 我剛才已經提醒了 去年國安基金互盤 他買最多的股票叫什麼 你網路上都可以Google到 排名第一名叫什麼 就叫台積電 你現在下個月人家準備討論退場 如果他真的退場 現在台積電都已經這樣子了 他國安基金如果要退場 會幹嘛 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還抱著嗎 3、5秒鐘的時間 我希望大家好好的 思考這件事情有沒有道理 因為這些資訊 你隨隨便便手機拿出來 國安基金買最多的股票叫哪一檔 台積電 四大基金買最多的股票哪一檔 台積電 當然聯電要特別留意 你現在有機會 好 我希望就是說 我們在節目上已經跟大家驗證過了 因為這一路下來 從整個過完年後 大家可以發現 半導體輪動的長寶圖 我一檔一檔 在節目上公開亮相給你開牌 不管是我們在 過年之前 報股的 或者是這一邊蓋牌 邀請你一起來加入的 我相信一檔一檔的亮相 哪一檔沒有比台積電還強 每一檔都比台積電還強 所以我已經聊到了 你的資金如果提早做一個最有利的選擇 你現在根本不需要去想 國安基金要退場的事情 國安基金這一邊他會去操作經驗嗎 你手中有經驗當然已經獲利了結了 我們已經掌握到五成的獲利了 我管他台積電 我管他國安基金要不要退場 不關他的事 資源 也許國安基金會有一些部位 所以我已經聊到 你看我的節目 你千萬不要買190塊200塊的資源 現在你可以看得出來 到底怎麼回事了 那我希望就是眼前這一邊 我要讓大家知道的 我們的會員 其實已經一步一步的 一檔接一檔的逢高 貨利出清 貨利了結之後 我們就鎖定新的股票 我剛才也聊到 半導體族群現在這盤面上就數不完 低基期的股票了 標股跡象已經出現 我在節目上交了超過半年了 法人的籌碼怎麼追蹤 我在節目上也交了超過半年了 現在一檔接一檔的驗證 你覺得我有沒有機會在這一邊 帶我的會員找到下一檔 可以複製這一些三層以上操作的 半導體的股票 我相信 我的VIP會員 包含了因為這個訊息 這一檔股票的訊息 我的特別會員等級 他也有 我們2月8號就已經 提早的找到一檔的 黑馬股 我們這邊只是等他 大盤如果上衝下襲的過程 或者是半導體 輪動的過程 IC設計輪動的過程 這一些股票 他的好買點出現了 我們馬上要進行來做卡位 我們早就一步一步 鎖定新的股票 新的黑馬股了 上個禮拜五 我們有一檔新的股票來鎖定了 你覺得我們一檔接一檔 在節目上公開亮相 這一些股票要不要賣 當然要啊 我在節目上有聊過 說我的會員裡面沒有郭台銘啊 怎麼可能 這一檔股票還沒賣 然後後面來漲 每一檔後面漲起來都有我的 怎麼可能 很多時候 合理的操作 我在節目上聊到 合理的操作 它採用真實的幫助 你在股票市場裡面真實的獲利 不合理的操作 我相信一下子所有的族群每天 不管任何族群有創新高有漲停板的 全部都有 那你覺得你有沒有先思考一件事情 你的資金能不能買這麼多的股票 畫面上這個QR Code直接掃描 我們所鎖定的黑馬股 我相信 我過往在節目上是一個多月以來 在節目上在Light這邊放送的股票 每一次 每一檔 都有人跟得上 甚至有粉絲 有幾個固定的粉絲 他是每一檔 他都猜到 而且都跟到 都賺到錢 我在節目上已經跟大家聊到 2023年的玉兔年 他跟去年不一樣 因為我要你知道 這一年他是賺錢的一年 我要讓你在Light這一邊 完完全全的感受到賺錢的滋味 所以在Light這一邊好好留住 因為我會 不斷不斷 一步一步的 一檔接一檔的釋放出來 黑馬股 蓋牌股給大家 只要你有本事 把我節目裡面所談到的 標股跡象吸收進來 你絕對有辦法找到這一些 賺錢的股票 跟著我會員一起來卡位 眼前這邊的行情 我相信昨天 我在節目上就已經開牌了 車用族群裡面 台辦 今天雖然沒有漲停板 差五角 但是這一檔股票 你要想一下 你抓到標股跡象了 你就可以怎麼 掌握到一個 三成四成的獲利 也許你會說 老師 一個月三成四成 你有沒有想到 我們一檔股票 VIP等級的會員 菁英會員 一檔股票 壓100萬 一個月的時間 42% 等於一個月的時間 賺42萬 一張3.35萬 6張 20.1萬 12張加起來 100萬 40.2萬 一個月 你要不要 我已經談到合理的操作 只要你懂得 標股跡象的選擇 只要你懂得去抓到標股跡象 來 你也許會說 老師台辦 最近這兩天才比較強一點 最近前面來講的話 有很多的標股 車用題材最近來講 大家你可以有一檔非常有名的 很多人會講 我說你如果有 手中的資金如果夠 100萬去壓一檔股票 我說你如果 這一檔的滑幅 你去追一個長紅棒 你在這一邊看到漲去買 第一個 你要當然是追高的風險 第二個當然眼前這邊的行情來講的話 你只要抓到資金的輪動 剛好這一檔滑幅 他又符合標股跡象的接受 所以你追高你現在不會有什麼風險 但是接下來如果國安基金確定退場了 行情勢必會有一些的波動 你如果這個追高的習慣不改 你會遇到什麼樣的狀態 特別留意 國安基金退場這件事情 我不是要大做文章 我不是要提醒你 你必須得在這個月在國安基金退場之前 把你操作股票的習慣調整過來 否則國安基金只要一退場 你的操作習慣沒有調整過來 你就會中槍 你信不信 我在節目上所談的話 都可以透過時間來驗證的 我相信所有鎖定我YouTube頻道的觀眾朋友一定都會知道這件事情 滑幅這一檔個股 我相信 大家你可以去看 我們在上個禮拜的節目特別跟他點出來 一條的季線 一條半年線 我們在過往大盤破1萬5 破1萬4 破1萬3 破12682的過程 我們就一直談到 你不用去理大盤 你挑股票 去看他的季線 半年線 這兩 兩條的均線 第一個 有沒有糾結 有沒有翻揚向上 去年 我們花了蠻長的時間 我們告訴大家 領先大盤 見低點 比大盤先反攻的股票 長什麼樣子 最近的 上個禮拜 在開始我告訴大家 很多的股票 他一檔接一檔的噴出 接下來你務必要去留意 季線半年線 一次糾結 兩次糾結 在日線圖上面兩條均線 出現一個麻花卷狀態的 他會有一段的噴漲 對吧 為什麼眼前滑幅在這裡 我在節目上 我不跟他其他的分析師一樣 講滑幅多厲害 在這根紅棒買進 這邊來講的話 三天漲 我不幹這種事 為什麼 你看一下台辦 為什麼我要的會員 在這一邊報好就好了 因為這個波段起來 他賺的比 滑幅還多 大家可以發現滑幅是怎麼樣 季線半年線糾結了 兩次嘛對不對 而且也是什麼 日線圖出現麻花卷的狀態 我們看一下台辦 我只要報數台辦就好了 季線半年線一次的糾結 兩次的糾結 所以他一個噴漲 前面就已經有麻花卷的狀態在這裡了 我幹嘛去追滑幅 100萬壓進去40萬 我這個動作 日線圖一點進來 我需要花10秒鐘的時間嗎 你有100萬的資金 100萬壓一檔股票 一檔的股票 你去看他的標股跡象 你需要花超過10秒鐘嗎 你需要看到華幅漲停板大家都知道 然後這邊華幅創新 大家都知道 你要一窩蜂去跟人家搶華幅 你幹嘛不在底部去爆那個台辦 我講的也沒有道理 因為這個技術面的跡象 標股跡象我上個禮拜已經提醒了 這樣的股票會越來越多 所以我一檔接一檔 當然你也可以看得到 我們 前面跟大家分享過的 開牌過的 6205的全新 一樣都是車用族群的個股 車用題材的股票 你會發現 一樣把他的季線半年線拉出來 一次的糾結 兩次的糾結 前面有麻花卷 這邊就一段的噴漲 我幹嘛去做一些已經漲停板的個股 我就是會在這一邊告訴大家 就是因為這個跡象我早就了然於心了 所以怎麼樣 我在節目上公開亮相開牌之後的世界先進 直接一根長紅棒創新高漲停板賣掉 為什麼 多的是標股跡象在複製我幹嘛死爆的台積電的子公司 我只要賺他一根長紅棒漲停板 賣101塊 我請他多的標股一檔接一檔的上來 有沒有道理 我相信 眼前這一邊你如果要知道 居老師的用心 居老師在這一邊為何要告訴大家 股票你其實 掌握住重點 標股的跡象 他可以幫助你 事先的一步 媒體新聞這邊怎麼樣 他暴力多出來 只是幫助你的股票 有一個獲利了結的機會而已 台辦 我們把他的把人的籌碼拉出來 剛剛已經告訴大家 標股系列上12 麻花卷對不對 你可以看到麻花卷之後 台辦開始外資 開始拉高持股比重 投信 開始做一個加碼的動作 這個雙支鎖碼我幹嘛去追華府 有沒有道理 剛剛告訴大家麻花卷在這裡 一次 兩次的糾結 兩次的糾結之後 外資的籌碼 開始吃貨拉高 投信的籌碼 開始吃貨拉高 我幹嘛去追華府 我幹嘛去追 拉起來的藏紅棒的 這邊來講的話 幹嘛去追這個 我去買這一邊的底部翻起來 比華府賺得更多 對吧 外資跟投信 他是找一步的去拉華府而已 我沒有不可能每一檔股票 馬上就卡位 我的會員裡面沒有郭台銘 我要一檔接一檔賣掉 完之後我才有資金去買新的股票 對吧 華府已經先漲起來 我幹嘛去追華府 我把 相同的標股跡象拉出來 外資跟投信 吃貨什麼股票 然後找到另外一檔 新的 叫做台辦 自然而然相同的方式複製 我就等著台辦 衝出一根跟華府一樣 創新高的走勢 來 所以我們聊到標股的跡象 一直不斷的在複製 眼前這一邊的行情 你幹嘛要去追那些強勢股 很多牌面上 半導體族群 車用族群 風電族群 一檔接一檔的在複製 我這一邊來講的話 只要照著標股的跡象 一檔股票衝出來 我抓住第2檔 第3檔第4檔 一檔接一檔 逢高獲利收回資金 然後換回來就好了 逢底部 相同的超部分模式 我一檔接一檔的複製 台辦昨天的節目 我已經告訴大家 已經鎖定了獲利的目標價了 今天他是創下掛牌新高 你買一檔股票你底部不買 你買那個掛牌新高 眼前這一面的行情 切記你如果 這樣的 操作習慣沒有改 接下來國安基金真的退場了 你看看你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不是在言語大家喔 我也不是在唱衰喔 我在提醒你 你要懂得這個風險 大家都要知道國安基金退場了 準備要退場了 國安基金不用護盤了 很少人 很少人會提醒你 國安基金如果退場 你的操作 你的 這一邊來講的話 面對股票 你要注意什麼事情 不是去盲喊低點 不是去喊大盤低點 那個沒有用 什麼股票是國安基金退場 會有影響的 當我手中的資金都集中在 這一些標股 一檔接一檔 完完全全相同的操作模式 我管他國安基金要退場 我再強調一次喔 國安基金去年的戶盤 買最多的股票叫什麼 你Google 手機拿出來Google 國安基金最多 買進的持股比重最高的 台積電 另外當然是我們 已經從上個禮拜開始預告 你要三月份要懂得賣的聯電 好不好 那我先以車用題材的 輪動長寶圖 三檔股票 接下來我們會有新的個股 我相信我的節目上這一邊來講 一向都是公開提供給所有人來驗證的 我在Lite發出什麼訊息 我在節目上就如實的公開給大家 你加入Lite的投資朋友 你都可以手機拿出來 去比對我節目上面 跟我手機裡面的資訊 時間有沒有不一樣 我已經講過了 絕對可以公開驗證的 這三檔股票 來 我要告訴大家 一檔接一檔 可以來做複製 我要你掌握住這個重點 剛剛台辦 跟那個華服 兩檔 車用族群的股票 當然你都可以看得到 畫面上 外資投信 這一邊來講的話 拉高持股比重 雙肢索馬 所以它有一段的噴漲 對不對 我們可以把 我們驗證過 開牌過的 6205的全新 為什麼這一檔股票 我這邊來講 直接要賣了 可以發現 拉起來之後 外資開始做調節 這一檔股票 投信又沒有鎖碼 當然拉拉起來了 我這一段抓到了 我就是怎麼樣 先走在鎖碼 但是 標股跡象 三檔股票 一模一樣 三檔股票都是在 季線 半年線 麻花捲 一次 糾結 第二次 整個在日線圖 在那邊完整的麻花捲 狀態 外資有出現鎖碼 投信這一邊有慢慢的做加碼動作 後面誰比較弱 你就是拉高起來之後就開始逢高獲利調節 就這麼簡單 但是 三檔股票 一模一樣 車用族群 相同的選股方式跟獲利模式 來 我這一邊希望大家要好好的記在你腦海裡面 因為與其去死抱著權重股 與其死抱著台積電 聯電 這一邊來講的話我希望你 反而要把這句話記起來 我不管接下來大盤要不要攻1萬6 那我也不去理 大盤如果真的看到1萬6 剛好遇到國安基金退場 1萬6又下來 怎麼樣 我不管這件事情 我把這個動作做好 黑馬變標股 他的模式我完全掌握一檔接一檔 切記 去年大盤破1萬5 破1萬4 破1萬3 破12682的時候 我就不斷的在節目上告訴大家這件事情 所以金星科 M31 高利 雷虎 金瑞 當時候我在大盤很不好的時候就在節目上告訴大家 他們走得比大盤還前面 現在整個大盤已經飆漲 從底部翻起來超過3000點了 你才會知道說我當時候在節目上所講的 選股的模式它真的可以幫你賺錢 現在進一步的我告訴大家 這個標股的模式它怎麼來複製的 我已經告訴大家了 我已經告訴大家了 糾結一次糾結兩次 日線圖這一邊麻花捲的模式出來 麻花捲的形態出來 標股它就會出現 當你把這個標股的跡象掌握住了 大盤 你可以不用理它 你只要記得 標股已經現身之後 拉出漲停板 創新高之後 你要懂去抓它的賣點 尤其是國安基金要退場這件事情 好不好 那車用題材來講 我相信這一邊就更不用去談 相信你已經加入我LINE的投資朋友 你手機拿出來 我們昨天 禮拜一盤中 10點過後所放送出來的黑馬股 我們聊到車用族群嘛 那這張股票已經連續漲了第2天了 還沒拉漲停板 切記居然我是在YouTube頻道裡面 我的每一天的節目 我在節目上都已經公開跟大家有一個約定了 還沒漲停板 你看代表什麼 G檔股票還沒開牌 還沒有漲停板 還沒有開牌 還沒有創新高的股票 當然你還可以上車 昨天的10點15分盤中 我相信你加入我LINE的投資朋友 你昨天就已經在我LINE裡面 那個這邊你手機拿出來 昨天的10點15分是不是有這一個訊息 我把這個籌碼條件已經告訴大家了 這個是新一波公式的主體過程 外資早就在底部吃貨了 我寫得非常清楚 K線圖這一邊也給大家了 今天連漲第2天 你不要等到 漲停板了 我在這邊再一次驗證 公開的讓大家 K棒一根一根讓你 對你後面來 又錯過了 我已經聊到了 這個行情 從過年之後 開工到現在 我每一檔在LINE這邊釋放放送的個股 每一檔都有人跟上 也有人是每一檔都賺到的 畫面上這個QR Code直接掃描 我已經告訴大家 我已經提醒大家 我的節目在今年就是要讓大家感受賺錢的滋味 我要讓他知道選股的重要性 管他大盤現在要不要夠1萬6 好不好 特別留意 你報錯股票大盤真的過1萬6 你這邊來講的話還是一樣 眼前這一邊的選股 標股跡象 我之所以會不斷在節目上來放送來分享 這個是我的目的 榮剛漲停板 創下10年的波段新高 我的持股會員已經賺了超過6成了 你覺得眼前這一邊的行情 這樣的股票 他會不會再複製 你如果掌握住榮剛的標股跡象 你知道 一檔接一檔就是來複製 這一檔股票 我們的會員持股10張可以賺19萬 35張100萬 當時候買的時候 35張100萬可以買35張 那個時候 我們這個行情在很多人不敢 買股票的時候 不敢爆股票懷疑的過程 人家進場了 我VIP會員我昨天已經特別感謝他們 因為 在眼前這一邊的行情 我們就是確認了 風電族群 他已經有領頭羊衝出去 這一檔 相同族群的榮剛 他沒有道理不衝 所以一轉眼這樣子 68% 我相信眼前這一邊的行情 我們在節目上已經跟大家來不斷的分享了 包含今天的訊息 漲停板 10年新高 我恭喜我的VIP會員 但是切記我們已經鎖定了目標價 我要讓他們知道 我們還有下一檔新的股票 新的風電族群 來 股票 它是可以複製的 一檔股票可以從黑馬變標股 你要知道 法人的資金到底在玩什麼遊戲 我相信就是說眼前這一邊 大家你把 盤面上 漲最兇的風電族群 第一個 1513中心店 這檔股票 我相信今天來講的話 正式過100塊了 你會發現 我們在節目上 沒有跟大家聊什麼樣一個 艱深的學問 我們在節目上 一向都是告訴大家 盤面上 你只要用對方法 你不用等到財報力多 你可以發現 這個中心店在這個創新高的飆漲之前 季縣半年限一次的糾結 在去年的12月 第二次的糾結 在今年的 1月底 你可以發現 一次的糾結 兩次的糾結 麻花卷的狀態 出現之後 股票 往上飆漲 你可以發現 一樣的道理 你把它放在 今天來講的話 也是創新高的 雅力 你可以發現 季縣半年限一次的糾結 兩次的糾結 麻花卷的狀態出現之後 股價一波創新高的漲幅 我希望就是說眼前這一邊的行情 你要知道就要是為什麼從上個禮拜告訴大家 現在這樣的族群 這樣的股票 這樣的標股跡象 會一檔接檔的 標出來讓大家看得到 華盛這一檔股票 今天來講的話 持續的創新高 當你可以看到一次的 季縣半年限糾結 兩次的季縣半年限糾結 麻花卷的狀態出現之後 股價打底 一波的往上攻 創新高 請問一下 這樣的標股跡象 我早就掌握了 我幹嘛要去追這些股票 我幹嘛 這些標股跡象都已經在我手中了 我都已經 完完全全知道了 我就知道 當我的融鋼在這一邊可以完完全全在複製的時候 麻花卷的跡象出來之後 這一段的飆漲 為什麼不帶會員賺 你要知道連融鋼我們都已經鎖定目標價 把融鋼 68%的獲利了 你現在還要去買它嗎 你要現在還要去追它嗎 你應該想說下一檔跟融鋼一樣在這一邊 底部區要卡位的還沒噴的股票 下一檔在哪裡吧 是不是 半導體族群 車用族群 現在是風電族群 每個族群都一樣 我們把標股跡象同樣的複製來抓股票 來 居老師只是很清楚法人的資金要玩什麼遊戲而已 沒有什麼深奧的學問 我在節目上完完全全沒有跟大家去交過 財報怎麼看 未來展望怎麼樣 預計的EPS怎麼樣 EPS這一邊本益比這一邊怎麼來看 我不玩這個遊戲 那看似專業 但是對你的操作沒有實質太大的幫助 你想有沒有道理 來 上個月我們在節目上就已經告訴大家什麼叫標股跡象 外資怎麼吃貨的 去年的7月1號 扯好遠喔對不對 我要證明一件事情 因為這我Youtube頻道都可以找得到 去年7月1號我就已經在我的Youtube頻道 我在我的影片裡面 跟大家來分享 中興店 他的怎麼標股跡象 法人怎麼來抓的 你有發現去年7月到今年上個月的2月 超過半年的時間 我不過是相同的 標股跡象跟法人籌碼的追蹤 我掌握一清二楚 所以我可以一檔接一檔的複製 當然你可以發現 中興店我們去年 行情很不好的時候 8月我們賺過超過四成一波 剛剛的榮鋼 我們已經掌握出68%的獲利了 所以你可以發現 光是這兩檔股票 就足以證明就要是在這個波段裡面 我帶會員操作風電股 已經獲利翻倍 你有沒有發現 4成 41.9% 68.05% 加起來已經超過一倍 早就翻倍了 切記掌握出標股跡象 我們的資金都已經翻倍 你還在思考說 眼前這一邊 這個中興店到底要不要買 這個股票華城 還可不可以買 雅力到底能不能買 榮鋼10年新高了 這邊能不能買 買的會不會很危險 我們都已經獲利翻倍了 資金都已經翻倍了 兩檔股票翻倍了 風電股 我有沒有資格告訴你 下一檔 A馬在哪裡 兩檔股票翻倍的我 有沒有資格有沒有能力告訴你 下一檔風電股 可以複製這樣子的 中興店9成以上獲利了 我能不能抓得到 眼前這個時間 我只告訴你 你不要把時間浪費在台積電的身上 眼前這個時間點 你自然而然就不用去擔憂 哇國安基金退場了 我的股票怎麼辦 你手中沒有台積電 你手中沒有聯電 你手中沒有國安基金 大買的股票 你怕他 我講的有沒有道理 3月份投信 黑馬股 你現在就要卡位 月中之後 你慢慢的要開始找賣點 你真的不要等到月底了 大家新聞媒體都告訴你 投信任養哪些股票 你才跟其他一起追 有沒有道理 這個568的專家 你不現在加入 難道你要等到月底嗎 有沒有道理 賺錢就在一線之隔 這個觀念你只要突破了 眼前這個時間點 你根本不用擔心國安基金 要退場的事情 你根本不用去理美國股市怎麼樣 標股的跡象你抓住了 一檔接一檔 我們就一起來賺 祝福大家 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囉 好朋友 好朋友 喜歡教老師的節目嗎 如果對你有幫助 歡迎大家 記得 訂閱 按讚 加分享 加入教老師的 LINEAD粉絲團 小老鼠 GoRish 55688 小老鼠 GORSH 55688 55688 小老鼠 GORSH 55688 摩爾證券投顧 080066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